全球另外一场战争 台湾的感受越来越强烈的就是疫情 新冠疫情之战 南韩的疫情这两周都明显趋缓 而这时候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首尔的樱花全开 在南韩知名的赏银点 如意岛涌入了十万赏银客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毕竟等了两年了 那么不想再等 那么在樱花树下 尽情地感受春天的气息 而且丝毫没有任何防疫的氛围 48天之后 南韩的单日新增确诊数 降到十万以下 全韩现在总计有三成的人民 都已经感染过新冠疫情 南韩当局酝酿解封 不断预告它还会大幅松绑 就在本周 未来了南韩的检疫战 会全面终止免费快筛了 他们迎接后OO时代 现在是加速新冠收治 纳入普通的医疗体系 南韩推动的是日常的社区诊疗 漫步樱花树林 欣赏汉江景色 享受惬意的春日时光 首尔如一岛赏鹰大道 轮中路 时隔三年全面开放 首个周末就涌入超过 十万人潮 一睹樱花盛开的景致 经济到富川市 粉红杜鹃花海 同样美不深收 南韩东部周末 标除摄氏 三十一度高温 热如初夏 民众纷纷换上清便春装 把握好天气出游 几乎不见防疫紧张氛围 南韩周日新增 九万九百二十八例 时隔四十八天 单日新增确诊 终于降到十万例以下 自周一开始 南韩各地检疫站 全面终止免费快筛的服务 不过由于重症通报 维持破千例 依旧保留让六十岁以上 高风险族群 以及被匡列的密切接触者 免费PCR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韩高中以下 学童确诊累积两百零七万例 等于每三名学生当中 就有一人曾经染疫 当中近八成五 都是今年三月份 开学之后受到感染 索性疫情终于趋缓 上周新增病例 已经大幅减少 四月底之前 学生盗效率 有望恢复至百分之九十 南韩新冠致死率 目前在下降至 百分之零点一三 加上欧姆孔流行高峰已过 当局着手 迎接后欧姆孔时代 除了释出将大幅松绑防疫的消息 还要加快将新冠肺炎收治 纳入普通医疗体系的进程 推动新冠社区诊疗 日常化的第一步 是考虑将新冠肺炎 从一级传染病 下调到雨水痘麻疹 同等级的第二级 但与此同时 大量新冠后遗症患者 逐渐浮出台面 也成为棘手课题 南韩目前累积总确诊规模 达到1542万例 相当于百分之三十的人口 南韩医界指出 目前有超过一百万的解隔离者 依旧存在呼吸困难 咳嗽 味觉和嗅觉丧失等症状 不仅无法根治 还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第五波大流行 历经67天走过高峰 南韩政府酝酿解封 将新冠肺炎 视为流感一般的风土病治疗 直视病毒演化充满不确定性 南韩医界反应两极 警告声浪也不曾间间断 TVBS新闻综合报道